第三个题目 这边我们要模拟 运动 这个球会发生一个 等速度的直线运动 这个呢 是一个等加速度的 运动 这个球 跟这个球会发生 垂直方向的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是往上的 这个加速度是往下的 所以这个 等于是一个落体 落体运动 这是向上的一个 一个加速度运动 这个呢会跟这个一样也都是一个往下的一个自由 落体运动但是呢 它会一边旋转一边下降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 五个物体的运动 然后再请各位同学呢 把这个运动所需要的程式把它完成 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见 由这个点的这个疏密程度你可以比较这两个就知道 这个是一个加速度运动 这边的间隔比较小这边间隔已经变大了 好 那这些 每一个抛体运动可以看得很清楚 而这个呢是带着旋转 好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做的 这个程式的模拟 那么 做这个程式的模拟所需要的 程式的基本架构呢 如这个程式所显示的 那么在这个注解的部分有一些还没有完成的地方 这个绿色的部分 请同学们把它完成了就可以做出 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模拟的结果 的时候 大家可以猜測出去 documentary 的 tel 我